关于万圣节起源的几个版本似乎都有一个主题 那就是驱除黑暗与邪恶 以保卫美好安定的生活 而健康快乐的孩子们永远都是美好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画面 10月31号傍晚 洛杉矶帕萨迪娜市的胜利公园 为孩子们举办了第23届万圣节主题活动 一起去看看 万圣节对于孩子们来说 是黄色的南瓜 是冰分的糖果 是好玩的游戏 是被大人们穿上奇怪的服装 这是美国少年们成长生活中的一部分 他们显然很喜欢这个节日 骑上小马鞠有没有点牛仔的感觉 但是真正的牛仔是这两位 他们的马儿最听话 这些小家伙们完全搞不懂 爸爸妈妈给他们穿成这样想干嘛 他们需要再过几次万圣节才能搞清楚状况 而现在他们真的不想表达自己的任何看法 人们在这个日子可以尝试另一种人生 也许这就是乐趣所在 这位黑衣先生 我确定不了他是作罗还是蝙蝠侠 但他跳的是作罗和蝙蝠侠都不会的舞 园会上入乡随俗的东方面孔也很多啊 虽是异乡的节日 追寻快乐的生活却是不同地方的人们共同的愿望 平常大家都是很严肃的当个正经人 然后像到了这个万圣节来 大家都越搞怪越好 这种节日在东方里头 至少在中国的传统上是没有 孩子们的万圣节是快乐的 他们画着自己的南瓜 跳着自己的舞蹈 玩着自己的游戏 大人们的万圣节也是快乐的 他们的快乐更多的来自于身边的孩子 传统的万圣节 人们会在这一天 熄掉炉火灭掉烛光 把自己装扮成奇怪的模样 为的是驱赶邪恶的生命 而之后人们会重新燃起光明的火炎 照亮黑暗 开始新的美好生活 新唐人记者魏然薛文 洛杉矶报道